大家好,我是三嫂 今天用土豆做到简单好吃的小饮食 准备了两个土豆,尽量把它洗干净 再把土豆瓶削掉,这个土豆又匀又大 再把土豆切片 再把切好的土豆片放到清水里洗掉淀粉 要多洗几遍,把它洗干净 土豆片来焯一下水,水开下一勺一点 把土豆片倒下去 下土豆开始切蒜,一分钟就把它捞出来 时间到,把它倒出来,控干水 拎起锅,锅烧热,下油 油烧热,先丢一小块试一下 有这样的泡泡,就全部倒入水 这种小块的,比较鲜好,先把它夹出来 这些也好了,全部把它捞出来 下面在超市买了鱼片,以后再加自己做 小朋友吃,比较放心 然后再把火开大 再把土豆片倒下去,不炸30秒 这样更脆 再把土豆片倒到碗里 加一点椒盐,不喜欢椒盐的,直接放一点盐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装盘就可以开吃了 我们家小玉玉最喜欢这个了 炸土豆片就做好了,酥酥脆脆的 自己做的无添加,吃的也放心 新手也能做成功 你们想吃吗,想吃记得关注我哦 哇,好酥脆 一捏就烂了 鱼 酥脆 $